醫院感染成為中共抗疫亂象中無法迴避的關鍵詞 中共官媒宣稱 這一輪河北疫情的首例患者確診時間是1月2號 隨後 多家河北醫院出現院內感染病例 大陸醫療媒體《八點見聞》曝光 引爆石家莊疫情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該市兩家基層醫院的防控漏洞 在石家莊稿城區人民醫院 陪護和探視人員隨意出入 陪護人員隨意更換 先入病區再做檢測普遍存在 有些病區加床嚴重 沒做過核酸檢測的住院患者和陪護人員 即在加床率超過90%的新內科病區 存在感染風險 首例確診病例出現後 搞成人民醫院封閉新內科 展開全員核酸篩查 但封閉不到三天 密接人員就隨意到公共場所活動 無法排除密接的醫務人員每天還正常上下班 近1月5號到10號的5天時間裡 該院就安排新內科70名患者出院 截至1月14號 石家莊市的確診病例共有8例 與該院有關聯 幾乎同一時間 新樂市中醫院一位因急性腦血管病就醫的患者 被查出核酸陽性 成為該院首例確診病例 此後幾天 該院陸續發現多位醫護人員確診 這兩家醫院由於存在大量的感染控制措施缺陷 而被中共衛健委通報批評 此前一名上海市民爆料 他在上海市東方醫院親眼目睹 200多人排隊做核酸檢測 完全是零距離 而上海市民王先生表示 因為核酸檢測不準確 當地醫院現在不僅要求發燒病人做核酸 還要做CT 動輒花費好幾百 弄得老百姓都不敢上醫院 我說你核酸檢測還要做七七的 他說沒辦法呀 核酸不是100%的呀 那麼核酸有什麼用呢 不是 還要做幹嘛呢 那我感覺就是在騙錢嘛 80塊 大陸民主王女士質問 既然要多次核酸檢測 又不準確 為什麼還要向老百姓收費 由於大陸的醫療衛生水平經常不達標 王女士懷疑 檢測儀器也可能消毒不徹底 導致傳染 河北星臺市衛健委1月14號的通知文件 承認當地醫院在多方面存在嚴重漏洞 院感防控措施失控 另區大紀元獲得的邢臺市政府服務熱線交辦卡 可以看出邢臺農村地區的一些核酸檢測非常潦草 例如 把棉籤簡單地放到舌頭上沾一沾 並未透過咽喉以及點桃體的標文點 一位黑龍江省疾控專家向媒體透露 有些流調報告質量一般 例如 旺魁流調報告顯示 一名女患者1月8號至15號居家未外出 家裡無訪客 但實際上這名患者8號下午就從旺魁被車接送到外地吃飯 並住了一天 另外 星臺市土壤污染防治辦公室通報顯示 平鄉縣 龍瑤縣15號當天多次出現疫情檢測卡點 人為止留醫療廢物運輸車輛同行現象 甚至有檢查點人員呵斥運送司機 星臺市任澤區大屯鄉還有人在沒有核酸證明 也掃不出健康碼的情況下強行通過隔離點 星臺南宮市的流調信息 曾經被市政府一名打字員泄露 另外 南宮市全區從1月18號起 被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文件顯示 包括巡查辦主任在內的多名工作人員被隔離在家 目前尚不知道是否影響巡查運作